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紫霄 首先来关注一下新冠疫情动态 即使解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达2926万9097例 24小时内新增9516人 累计死亡人数52万6733人 新增354人 加州累计确诊病例357万3182人 24小时内新增3894人 累计死亡人数593090人 新增244人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1亿1579万5926例 新增213078例 累计死亡人数2570581例 新增3860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止到解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1195913例 新增感染人数为1684例 累计死亡人数21669例 日增死亡人数107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消息 中国和南非警方缴获了数千剂假新冠疫苗 并逮捕了数十人 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警告说 这可能只是疫苗相关犯罪的冰山一角 总部设在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 此前向194个成员国的执法机构发出了橙色通报 提醒这些机构对针对新冠疫苗的有组织犯罪做好准备 据悉橙色通报是针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威胁而发出的通报 国际刑警组织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 通报发出几周后 中国警方查获了一个销售假冒新冠疫苗的网络 突击搜查了生产场所 并逮捕了约80名嫌疑人 并当场缴获了3000多只假疫苗 国际刑警组织还说 在南非豪登省的捷米斯顿 南非警方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了 大约400个装有假疫苗的小瓶 这相当于大约2400剂疫苗 警方还找到了大量假3M口罩 并逮捕了三名中国公民和一名赞比亚公民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说 我们欢迎这一结果 但这仅仅是涉及新冠疫苗相关犯罪的冰山一角 但还说这些逮捕行动凸显了国际刑警组织 在召集公共和私营部门保护公共安全方面 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该组织还警告公众 目前没有批准的疫苗可在网上销售 任何在网站或暗网上宣传的疫苗都是不合法的 没有经过测试可能是危险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就国际刑警的声明做出回应 他说具体情况可向国际刑警组织方面了解 但他也指出近期中方有关部门开展了 依法打击防范涉疫苗犯罪专项行动 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保障疫苗安全 坚决遏制各类涉疫苗犯罪活动 将继续采取措施依法严厉打击 制假、袖假、非法经营、走私疫苗等 涉疫苗犯罪行为 同时加强与国家的执法合作 切实防范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扩散蔓延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日表示 已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 主动服务疫情防控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针对涉新冠疫苗犯罪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迅速行动 坚决于打击、发现疫情、查处疫情 及时依法逮捕、起诉 截至2021年2月10日 全国检察机关共在21起案件中 依法批准逮捕70名犯罪嫌疑人 中国近几年过期疫苗、假疫苗 乃至毒疫苗事件频发 在最高检察院发布的 几起涉新冠疫苗犯罪典型案例中 就包括一起用生理原水和矿泉水 制造假疫苗并销售的案例 此外2010年时还曾有媒体爆出 山西疫苗事件 上西省附近有百名儿童 在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 2018年中国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说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 记录造假等行为 这是该厂2017年发现 百百破疫苗效价指标 不符合规定后 不到一年再报疫苗质量问题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 格雷格·阿伯特星期二发布行政令 在全州范围内取消口罩强制令 并表示大多数企业下周可能会满复合运营 阿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现在是百分之百开放德克萨斯的时候了 他表示这项行政令将于3月10日全面生效 这项命令除取消全州范围内的口罩令之外 还禁止地方当局惩罚不戴面罩的居民 行政令还将取消那些新冠肺炎住院病人 较少的县的所有商业限制 根据这项命令 地方官员仍然可以对住院人数 居高不下的企业施加限制 但地方官员不得强制要求企业将运营能力 限制在50%以下 德州州长说他之所以取消限制 是因为这个美国人口第三大州 已经为期2900万居民接种了近570万剂疫苗 阿伯特办公室说 到3月底愿意接种疫苗的老年人都可以得到满足 德州的上述规定被认为是 美国各州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中最全面的解除令 美国密歇根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 周二同样放松了对酒吧、餐馆、其他企业的限制 美国有些州放松疫情限制的措施 与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传递的信息有所矛盾 拜登星期二在白宫就加强疫苗生产发表讲话时 敦促美国人继续戴口罩 他表示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 人民的生命仍然有危险 拜登总统强调 我已经要求国家在我上任的头100天里戴上口罩 尽管拜登没有提到德克萨斯州 但他讲话被认为针对的就是德州州长阿伯特的信征命令 包括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负责人在内的高级卫生官员警告说 尽管在美国疫苗接种方面取得进展 疫情仍有望得到控制 不过如果放松警惕 美国可能失去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 截止周二 美国35个州 及格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 仍然要求居民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公开的报道显示 过去两个月 美国病例从平均每天近25万例新增病例 暴跌了70%以上 而自1月中旬以来 平均每天的死亡人数暴跌了约40% 美国各州近一年前因冠状病毒疫情实施了严格的限制措施 限制令导致企业一定程度上的停产 失业率上升 小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 4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 过去一周 中东欧国家新冠感染率再度出现上升趋势 一些西欧国家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也开始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世卫组织不建议区域内推行所谓的新冠通行证 3月1日 包括在西班牙在内的6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要求欧盟统一非必要旅行重新启动的标准以便重启旅游业 例如以免疫新冠病毒的证明作为旅行通行证 克鲁格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 虽然人们期望通过类似办法早日解除管制 恢复旅行 但在旅行和贸易方面 世卫组织建议遵循国际卫生条例 不建议推行所谓新冠通行证 各国需要从科学角度综合考虑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接种新冠疫苗后的有效免疫期 免疫人群是否仍会传播病毒 新冠通行证不是无懈可击 但克鲁格也指出 世卫组织同时认为 接种疫苗后的数字化认证很重要 或有助于消除疫苗接种上的不平等 克鲁格同时呼吁区域各国对新一波疫情提高警惕 动员社区参与并加大检测力度和各项预防措施 有依据的放松管制措施并加快疫苗接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他任内首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中 列出了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议题 包括击退新冠疫情和应对中国挑战 他随后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节目中解释了这些优先议题时说 在新冠疫情危机的开端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 中国没有完全和有效的对外透明 直到今天当调查人员试图寻根究底时 中国依然不透明 布林肯说极其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真正的透明 看到国际专家能真正接触到重要的信息 看到真正信息分享 以确保我们未来能避免又一场疫情大流行 始于中国的新冠疫情一年前开始在美国扩散 迄今为止超过50万美国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丧生 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重创 世界卫生组织一个专家组 近年1月访问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源头中国武汉 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极不可能 病毒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 仍是最有可能的感染路径 但是专家组的成员们说 他们未能从中国方面得到一些关键的信息 特别是疫情爆发初期的临床数据 导致国际社会普遍质疑 世卫组织这次溯源调查的结论 北京拒绝将这些世卫专家组成员 视为调查人员 称中方人员在那次学术交流中 为国际专家们提供了充分的协助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国和盟国军队的 一处军事基地遭到火箭袭击 在这起最新火箭袭击事件中 一名文职合同工被打死 美国国防官员说 星期三早晨 大约10枚火箭从东边某处地点射向 阿萨德空军基地 触发该基地启动了火箭防御体系 没有美国军人受伤 但是官员们说 由于火箭袭击 一名美国文职合同工因心脏病发作而死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科比 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 伊拉克安全部队和联军官员 都在这次袭击中展开调查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 袭击是何人所为 我们此刻无法指认对方 我们对损失程度尚无全面了解 科比说 在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袭击的不到一个星期前 美国对叙利亚东部一处院落发动了一次空袭 伊朗支持的民兵把这处设施 作为在伊拉克境内发动袭击的转运和补给点 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五警告说 伊朗需要在伊拉克小心行事 当被问到那次空袭时 拜登对记者们说 你不能不受惩罚的为所欲为 空袭摧毁了院内九处设施 打死至少一名民兵成员 美国的空袭是对2月16日火箭袭击事件的回应 那次火箭袭击的目标是伊拉克北部的一处基地 造成一名文职合同工死亡和一名美国军人受伤 去年伊朗曾发射导弹攻击过伊拉克境内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以报复美国击杀伊朗高层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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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